匠人谈则学 透着无知家说辞 向佛念经 学则学 也曾在to do list 起码有好奇心驱动 无奈人生苦短 to do list是个堆战 先进后出 越陷越深 也许一辈子也啪不出来 大概率是 糊涂一生 其中最糊涂的 还是对于时间的感受和认知 自从被老爱主义的科普轰炸 知道时空相对论的皮毛 对于现实的怀疑只争不解 很像是修魔的不可知论 时间维度上分布清过去 现在和未来 如果承认过去和未来 现在何在呢 心之意识到现在的那一刹那 现在或者还停留在过去 或者已经跨入未来 不是 感觉就没有现在的生存空间 这个世界岂不是一场空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聚焦于现在 把现在是流动的 这不就否定了过去和未来吗 如果现在是可以胆知的真实 过去和未来一定是虚幻的 因为它只存在于 我们老神经的记忆或想象中 难得糊涂 聪明人如李苏同 成为一代法师 却对亲人示弱无误 这样的大师大抵 只能静而远之 远不如孔孟之道的老吴 老以基人治老 让人暖心 老吴老 应该是普遍人性 以基人治老 开始升华 这些都还是世俗主义的道德秀文 恐孟离佛很远 但若是亲民 佛对我是一种高远的存在 知觉上比基督更可望不可及 很多年来 我就是个容易陷入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的人 这也许与人的性格有关 偏内向 爱冥想 对世界很悟 走路一头 撞上一件线竿的事件 真是发生过多次 弃生胆受 就是需要在客观和主观中切换 很无奈 我的默认状态是主观 有时候不得不切换到客观世界 但很快处于惯性 又去换回自己的主观世界 这种感觉听上去很怪异 但确实就离了人的生活状态 这与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那一种人截然不同 他们活得透明潇洒多了 也能沉浸时享受生活 看人家互捧患有 活得充实真切 限而不度 说不上好坏 可能是宿命 我是出门问问李维 虚焦AI与大模型 每次几分钟 与您分享有 角度的思考和感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